故宫博物院在一年多内破损三样古物 引发外界质疑隐秘要求交出调查报告 而现在故宫送往立法院的初步调查报告也出炉 相关的监视器画面截图也曝光 在当中提到这三样毁损的古物 有两件是交由正风式调查之后 已无人缘疏失结案 但其中青乾隆青花花卉盘破损 岂因确定是人缘的疏失 已经移送好机会成熟 先开盒子就发现古物明显碎裂 员工愣在工作台 故宫还原事发监视器截图也曝光 相关调查报告跟着出炉 报告内容详细记载事发后调查程序 提到红质款双龙小婉在进行例行性整理时 就发现破成四片 当下立即拍照记录 最后交由正风式调查 认定该日破损查无人缘疏失 但也特别提到此果物曾经被中国大陆学者申请参观 增加瓷器回损风险 有跟当年开箱人员进行访谈 但时间久远很难还原 事发经过 而另一个小黄瓷碗 则是在今年发现回损 也是经由正风式调查 结果也是非人为疏失结案 目前还在等待修复中 人员在作业过程当中 有疏失导致了一个文物掉落破损 通报到副院长跟院长这里来 我就立刻的下令进行行政调查 而故宫坦承人为疏失的青乾隆青花花卉牌 已经移送烤机会 陈处程序正在进行中 必须等到责任厘清后才会进入修复程序 以及台北综合报道